资深媒体工作者陈文茜 不只是知名节目主持人 未来可能还会多个大使身份 前两个月大概是两个大姐大 一月是白冰冰 二月是陈文茜 高雄行销城市 推出名人代言计划 每个月都安排一位宣传大使 不过对于接班白冰冰 陈文茜本人独家透露 还没收到任何通知 但是很乐意为台湾每个城市服务 同时也说 韩国瑜 潘恒旭这两位好友 曾向他请教过该如何推销城市 对于是否出任大使 并没有把话说死 他不是为了共当而已 他也就觉得我 老百姓对我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他会有情有义 然后支持他的人也有情有义 其实陈文茜与韩国瑜早就认识 也曾在节目上帮对方说话 而面对好友邀约 资深狗妈咪陈文茜 再搬出自己爱犬 热情的孤单牧羊犬 史特劳斯人见人爱 陈文茜也说史特劳斯才真的适合当观光大使 但事实上推广城市 陈文茜也不是菜鸟 我觉得我现在最喜欢的会是 还是花博公园 因为我觉得花博公园 你在里头走 它空气很新鲜 2014年郝龙斌时代 陈文茜就代言过台北市观光 与郝龙斌一同出访香港 还推荐四方景点 可以说是称职的形象大使 也让外界期待 未来如果接下高雄观光大使 又会分享怎么样的 私人景点 记得中文报道